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视野 我是浩天 当主流媒体都在说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获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 但当前CNN主播唐莱蒙 在蓝色的新泽西州做街头采访时 却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 难道民调都搞错了? 唐莱蒙曾是CNN的记者、著名主持人 他是一名同性恋者 在多次播出有争议的 以及据称长达数十年的《燕女症》报道后 他于去年4月突然被CNN解雇 他的合同原本于2026年到期 今年1月 莱蒙消防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格·卡尔森 计划在X上推出新节目《唐莱蒙秀》 并确认第一位受访者是X老板伊隆·马斯克 但在今年3月 在节目播出前 马斯克取消了与他的合作 据知情人士说 莱蒙在采访中涉及了反友主义 塔纳对川普 以及马斯克吸食绿安桶的经历等 马斯克认为 莱蒙做节目的方式基本上就很CNN 涉及仇悍宣传 但这路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行不通 马斯克说 CNN正在死去的事实就是证明 这项据称是150万美元的交易迅速瓦解 8月17日 这名前CNN主播发布了一段视频 他在历史上山南的新泽西州 大西洋城进行街坊 询问当地居民对今年大选的看法 特别是对哈里斯的看法 一个月之前 在民主党高层的压力下 拜登宣布退出竞选 哈里斯迅速接替拜登 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并得到了自由派媒体的热情支持 最引人注目的是 尽管哈里斯在成为民主党推定候选人之后 已经近四个星期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但他却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成为当今的最热门人物 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 哈里斯在一系列民意调查中 似乎都领先于川普 不过 最近有消息说 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与自由派媒体的蜜月期即将结束 批评人士说 哈里斯在接替拜登后 从媒体的宣传中获益 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民调支持率 在这个背景下 莱蒙决定采访蓝色的 新泽西州的当地选民 并试图为哈里斯进行辩护 然而 让他意外的是 当地许多人的看法 与主流媒体并不相同 他们支持川普 而对哈里斯却不以为然 第一位受访者是一名男子 莱蒙问他 你支持谁 对方回答说 川普会赢 当莱蒙进一步追问时 这名男子继续说 我现在还不能这么说 但我只是觉得 哈里斯不适合当总统 他适合当副总统 但不适合在国家中发挥实际领导作用 莱蒙随后问这位年轻人 他的观点是否与哈里斯 他是女性有关 对方坚定地回答 不 另一名受访者说 哈里斯会赢得今年大选 但他计划支持川普 因为哈里斯没有任何纪念 莱蒙反驳道 哈里斯他是副总统 他是参议员 这名年长的受访者坚决表示 哈里斯没有纪念 随后 一名女性居民告诉莱蒙 她希望川普获胜 我想要塔纳的川普 我只是觉得 我们需要一个 在军队和世界范围内 有强大领导力的人 莱蒙解释说 哈里斯曾担任过检察官 总检察长 参议员和副总统 在后面的视频中 这名女子说道 我知道没人喜欢她 是川普 但我们和塔纳的川普 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我们的经济很好 生活很美好 当莱蒙试图为拜登的经济辩护时 这名女子生气地回敬了一句脏话 并说道 我不知道你说的事实 从何而来 第四位受访者是一名黑人年轻男子 他对莱蒙说 我想支持民主党 但我认为川普现在看起来 已经胜券在握了 另一名选民表示 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 他的收入更好 说四年前 情况好多了 我赚的钱比现在多多了 莱蒙反驳道 我知道你有这种感觉 但事实并非如此 拜登执政期间 经济更好 这名受访者大笑了起来 并准备离开 当莱蒙补充说 不 我是认真时 这名男子反问道 你看CNN吗 还有一名选民表示 他坚决选择川普 相信川普会赢 他之所以支持川普 是因为哈里斯 在移民和边境危机问题上的记录 他们让上万人非法进入美国 这是不公平的 在遇到一系列支持川普的选民之后 莱蒙在视频的最后说 我必须离开大西洋城 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呢 何事 Requife hon话 《讲话》 移民 nutrients she喜欢的海洋城 她是最前世的 其后许女本 她却觉得 das 所有人的内容 听必须 我没有 случай 我爱纳式养出了 我这条成续的 记者叫可能 球 川普 你推理 - 如果你是在一家人的市场,谁是你的钱? - 我们能支持了 - 我们能支持,但依静一人 - 我们支持,但依静一人 - 我们支持,但依静一人 - 我们支持,但依静一人 - 四年一年,也许是比较 - 比较多了,我几乎比较多了 - 比较多了 比较多了 - 现在,你感觉一感觉 - 我们感觉到,但依静一般 - 没有,还没什么 - 没有,我会说 - 说明什么 - 说明什么 No, that's not because I watched CNN. Trump or Harris? Trump. That's who's going to win. That's who's going to win. Who do you support? I support Trump. All the people that came to this country legally, it's not fair that they're letting all 10,000 to 15,000 people or 20,000 people here illegally. Have you seen San Diego? They're coming off the boats off the water right here off the ocean. Did you know Biden was flying them in? Did you know Biden was flying them in? You didn't know that? I know nobody likes him, But we had good times with Donald Trump. Our economy was good, life was good. But you know the economy is better under Biden than Trump? Bullshit. That's what the stats show. That's what the facts show. Well, you know what? I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etting their facts,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valid. I don't know where their facts are coming from. 8月17日晚上, 去世政治聯合創始人柯林·拉格 在發布了萊蒙的這段採訪後 引發了一系列評論 有人批評萊蒙說 竟然還有人以這種程度告訴別人 他們對自身財務狀況的判斷是錯誤的 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還有人說 我喜歡看到唐萊蒙摔倒在地 對不起,唐 人們其實喜歡我們的唐 我們的唐指唐納的川普 8月18日 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傑蒂萬斯 在福克斯星期日新聞節目中 與主持人香農·布里姆 討論包括經濟問題和選舉民意調查在內的話題 布里姆詢問萬斯 如何獲得更廣泛的選民基礎 他問 你的競選團隊還能 也應該做些什麼 來超越這些界限 萬斯回應說 我認為我們就是這樣做的 香農 如果你看看 川普總統在他的集會上說了什麼 我在集會上和新聞發布會上做了什麼 你就會發現 我們一直在提出一個非常簡單的論點 萬斯比較了哈里斯的政策 和川普的政策之間的差異 說唐納的川普擔任總統時 我們的物價穩定 經濟繁榮 美國工人進工資更高 世界各地和平 並表示 與美國人民的對話 讓他對11月的勝利充滿信心 萬斯說 如果你看到我們所看到的數字 並且你真正與美國人民交談 我非常有信心 到11月我們將處於正確的位置 萬斯還表示 民意調查並不總是準確的 據《紐約時報》報導 哈里斯在亞里桑那州、 奈華達州和白卡羅勒納州 等陽光地帶州 佔據主導地位 其他民調也聲稱 哈里斯在威斯康辛州、 賓夕法尼亞州和密西根州 等所有關鍵正常州都領先於川普 萬斯對此回應道 2016年和2020年 媒體一貫利用虛假民意調查 來壓低共和黨的投票率 並在共和黨選民之間 製造分歧和衝突 萬斯繼續說 川普競選團隊目前處於 非常非常好的位置 我們將贏得這場競選 我們只需要衝過終點線 8月17日星期六 川普在賓夕法尼亞州 威爾克斯巴黎舉行集會 希望爭取拜登家鄉、斯克蘭頓 附近的共新階層選民 增加共和黨奪回白宮的集會 賓夕法尼亞州 共有19張選舉人票 是7個可能決定2024年 總統大選結果的戰場州中 最大的爭奪對象 在演講中 川普重點關注了經濟問題 抨擊民主黨的通貨膨脹 並問支持者 你們不介意我 稍微偏離提示器一秒鐘嗎? 隨後 川普提到了時代雜誌的封面 並開玩笑地說 我比哈里斯好看多了 時代雜誌沒有他的照片 他們讓一名不可思議的藝術家 給他畫了像 川普繼續說 他們拍了很多照片 但效果並不理想 所以他們僱用了一位素描藝術家 在談到哈里斯爭取價格控制的承諾時 川普給哈里斯起了最新的綽號 卡瑪拉同志 他說 在造成災難性的通貨膨脹後 卡瑪拉同志宣布他想要實行社會主義價格管制 川普的話 立即被自由派媒體放大 稱川普又在攻擊哈里斯個人了 8月18日 哈里斯和競選搭檔蒂姆沃爾茲 以及他們的佩爾 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進行巡迴演講 他在演講中不點名批評川普 說任何想要打壓別人的人都是懦夫 8月19日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將在芝加哥舉行 哈里斯和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 將獲得正式提名 成為2024年民主黨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 8月22日 哈里斯預計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 重新繪製選舉藍圖 評論人士說 哈里斯被提名 民主黨將迎來新的希望 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舊的擔憂 據路透社8月18日報導 先任民主黨候選人卡馬拉·哈里斯 正乘著歷史性的旋風 參加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他的競選活動打破了籌款記錄 競選場地擠滿了支持者 並在一些戰場中的民意調查中 扭轉了民主黨的局面 先年71歲的約瑟夫·福斯特曾是非常郊區的民主黨主席 現在仍活躍在黨內 他說 人們熱情高漲 年輕人積極參與 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況 距離選舉日僅剩不到80天 民主黨希望借這顧熱情浪潮取得勝利 使得哈里斯有機會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和亞裔女總統 一位賓夕法恩亞州女性選民說 吃時候了 我們不僅要選出一位代表國家的女性 還要選出一位有色人種女性 不過 兩大政黨的民意調查專家和戰略家都警告說 哈里斯最初支持率飆升的興奮感將會消退 民主黨內部將在經濟和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等問題上產生分歧 並與共和黨候選人塔納德·川普展開激烈競爭 共和黨民意調查專家亞當·蓋勒預測 哈里斯的個人歷史很美好 但最終決定這次選舉結果的是 通貨膨脹、國家安全、領導力和世界舞臺 8月16日 哈里斯發表了他的第一個以經濟為重點的演講 提出了將以總統身份實施聯邦食品和雜貨價格禁定 並提出了為大多數美國人減稅 以及增加經濟適用住房的建議 這是對民主黨內進一步派的初步認可 不過哈里斯的措施受到了川普的猛烈抨擊 稱哈里斯提出的反對哄抬物價的建議是共產主義國家的措施 川普說聯邦禁止食品雜貨哄抬物價 將導致糧食短缺、配計和饑荒 在星期六的演講中 川普質問哈里斯 為什麼在2021年他與拜登宣布就職時 沒有努力解決物價問題 卡馬拉上任的第一天是三年半前 那麼他當時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今天是第1305天了 川普表示 為解決物價高漲問題 他將在就任總統的第一天 簽署一項行政命令 只是每一位內閣部長和機構負責人 用盡一切努力降低物價 但我們將以資本主義的方式 而不是共產主義的方式來降低物價 他還預測如果哈里斯獲勝 美國尤其是賓夕法尼亞州 將面臨經濟危機 理由是他過去反對水利壓裂法 而水利壓裂法是該州常用的一種 石油和天然氣開採工藝 不過哈里斯的競選團隊 試圖軟化他在水利壓裂法問題上的立場 他的助手們表示 哈里斯不太可能在能源等一些領域 提供太多具體細節 以避免溯源黨內溫和派和進步派 民意調查專家認為 在未來幾週 哈里斯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公眾壓力 要求他提供更多的政策細節 此外 哈里斯可能還必須處理黨內 關於支持以色列對抗哈馬斯的爭議 以及進步派和溫和派 在醫療保健和移民等一系列政策問題上的分歧 據媒體報導 約200個社會正義組織計劃於星期一 在民主黨權貴代表大會上舉行遊行活動 抗議拜登政府繼續支持以色列發動的戰爭 這場戰爭已經造成了加殺4萬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對於目前的選情 庫格政治報告的編輯艾米·沃爾特認為 民主黨候選人現在已經重新激發了 至少是重建了拜登2020年的聯盟 雖然不是完全重建 但比拜登在競選中畏懼榜首時要團結得多 不過沃爾特同時也認為 選民對移民和經濟問題的擔憂 可能將幫助川普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